一見面就送上一個大大的擁抱 給予鼓勵出三這天 民眾在新北板橋辭會功排起人籠 就為了從柯文哲手中 拿著發財金沾喜氣 民眾黨立委黃國昌也全程陪同 即便選完柯主席的人氣還很高 不過新的一年柯文哲太太陳沛琪 繼續檢討去年總統大選藍白河 稱自己曾經私下問柯文哲 如果柯侯佩會如何 對此柯文哲則大笑說現在已經大贏了 就怕被說翻不過去那一夜 強調太太言論不代表自己立場 不過柯文哲如今要擔憂的 還有黨內問題 以往被視為最得力助手的前立委蔡壁如 參選台中立委勢力後 決定繼續蹲點 台中市長盧秀燕也順利沿覽蔡壁如 擔任市政顧問 與柯文哲的關係似乎越走越遠 他這樣算是盧秀燕這邊的人嗎 他希望在台中發展 他總要有一個地方 有一個位置是比較方便的 我覺得那位置還不錯 就是比較自由度比較高 城市自由度比較高 但傳出蔡壁如不回民眾黨 擔任中央委員 是因為黨內反對聲浪大 日前蔡壁如更在媒體專訪中稱 如果自己回黨中央會死得很慘 更指柯文哲用錯人將比送處於親民黨泡沫化的速度更快 柯文哲趕緊換家 你們記者每天都在挑撥離間 我覺得實在是很麻煩 再譬如是民眾黨第一戰將你知道 他怎麼會這樣想 他回來應該是別人要怕他 怎麼會是他 是別人死一堆怎麼會是他 他會很慘 不會啦 掩開黨內茶壺風暴 持續悶燒 加上藍營頻頻挖黨內牆角 最後要如何重整步伐 柯文哲挑戰才正要開始 華視新聞 劉雨洪錫玉 新報導